要戳就要戳到痛點 柯文哲想要角逐大衛 藍白盒破局 話沒說死 倒是轉向招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不跟侯友宜直接談 想跟朱立倫談整合 但侯主整合大不同 朱立倫想要選前酬組 政黨聯盟 利拚取得國會 多數席次 實踐聯合政府主張 就怕外界見風插針 黨內立委幫忙緩加 總教練不是為自己 但柯文哲的症敏感神經說 可就讓人有不同解讀 由於藍白盒的破局 所以對於其他的部分 會有很大的困難跟障礙 我想這個部分 朱立倫主席也非常的了解 現在要談就是黨對黨的層級 柯文哲除向朱立倫釋出善意 傍晚還見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今天下午要見王金平 是很久以前就約了 絕對不是說這一兩天的變化 王金平低調走進去 藍營大咖 柯文哲都見到了 口中喊的團結一切力量 這見面是展露曙光 還是人是僵局 柯文哲仍在大打模糊站 TVBS新聞動作最年宣 SG小組 台北超不到